昨天孙丽在微博上透露自己遇到一位在路中间哭的失恋女孩 并停车关切询问 后来从警察那里得知她失恋了 小主想对她说 其实分手也是选择爱的方式 祝福保重 此条正欢小主停车关心失恋女孩的微博 迅速引起网友的关注 两个小时里就被转发5000多次 评论也将近5000多次 不少网友感谢孙丽有爱心 但也有人指出 孙丽晚上在路上停车 这本身就违反了交通法规 对此一位警官表示 原则上在马路中间突然停车 还离开车的属于违章停车 虽然不扣分 但要处以200元的处罚 如果造成交通事故要另计 但该警官也表示 明显欲有紧急情况下停车助人 是不会按违章处罚的 孙丽停车关心女孩并无太大不妥 如果女孩确实是在行车道上 这就很危险 她的建议 应该在求助者身后 相隔一段距离停车 同时亮双闪 还要放三脚架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施救者 及求助者本人